第25集 5的配數 又來分享我的創作 今天繼續來分享我自創的航空公司 大家好!運急台台掌 本身打算第30集才繼續 不過發現自肥項目太多了 所以決定加速 我們每5集就自肥一次 那就實行這個增肥的計劃 今天就是自創航空公司第2集 上一集未看的就可以在右上角 去回到上一集回顧 或者可以用影片的標題上 有一個hashtag過去的 上集就提到 我自創了一共7間航空公司 那時候我介紹了5間 只剩下2間 而5的模式比較特別 所以就另外介紹了 今天就來介紹第6間的航空公司 就是5毛航空 首先就介紹一下5毛航空的背景 這裏講的背景就不是什麼中資 我講的背景就是資料性的東西 首先5毛航空就是中國的國內廉航 這就是5毛航空的標誌 就是一個無字 上面的幾滑就是一個誤字 就是我的朋友設計的 本身我的設計就好像一個符 那現在這個除了比較美觀之外 也可以從中感受到中國毛不舒法的傳統 另外就是紅底 黑字的 就是輝春 ITA碼就是5E 本身就是5B ICAO碼就是BSE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個沒有的ICAO碼 呼號就是opinion 原因就自己領會了 至於書樓機場 就是這家公司與眾不同的地方 因為牽涉到營運模式 所以大家會再介紹這件事 它主要甚至幾乎是唯一的業務 就是中國航空的國內線 國外線是不做的 接著就是介紹歷史 這段好精彩呀 其實這個航空公司本身不是叫5毛航空的 不過再警告 由於歷史部分 可能會為你們帶來衝擊 也可能會令你們在大陸地區出事 所以請超過歷史部分 以保障你的人身安全 也為了避免你們政府會被敵覆 接下來會有大陸封鎖系統 請大陸地區觀眾馬上撤離 好,我有CUT OK,他們已經走了 以下幾秒終於通過安全認證 那各位大家等一下 3,2,1 好,我們可以進入5毛航空的歷史了 5毛航空的原名就是福氣航空 類似吉祥航空有福的意思 同時宣傳中國傳統 蝙蝠是一種吉祥的動物 與西方不同 但是呢 2019年 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湖北省武漢市裡 有中國市民 因為吃了在華南海鮮批發市場 購買的蝙蝠野味 導致了中國的武漢肺炎 即是啞稱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 唯有公司在中國14億人的利益 和保住他們弱小的玻璃芯 避免國際玻璃格格上漲 令本公司蒙受損失 和不要讓人以為我們的飛機餐會有蝙蝠燕 甚至我們可能會負責 幫忙把病毒外銷到全世界 所以就決定忍痛把航空公司改名 避免市民想到他的名字 想起當時的恐懼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之後 最後就決定參考九元航空的名字 改為五毛航空 五毛航空也可以象徵這個年航真的很便宜 就算人工只有五毫子 都可以負擔到機票價錢 九元航空要九元? 這麼貴的 我們五毫子搞定吧 那五毛航空的歷史就到這裡 然後就介紹營運模式 之前就介紹一個商業概念 就叫做特許經營 還有另一個商業的做法 就叫做分國民營法 各位大陸的觀眾歡迎回來 希望各位有跳過剛剛那段沒有出事 然後我們就介紹特許經營 要知道這個概念才可以知道 我是營運模式的 特許經營又叫做加盟 就是個別的經營者可以用同一個品牌去經營一家店 對總部來說可以更快速地擴張版圖 但是他們的投入資金可以更少 甚至有時候不用投入很多資金去開一些直營分店 就可以減低風險 加盟者可以更快地知道怎樣去經營 而且可以從中獲利 因為這個品牌本身有名氣 而它出名就不需要特意爭取曝光去吸引股客 而現在麥當勞和71 都是用加盟去擴張版圖 你要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分店 包括香港 介紹完特許經營這個概念 我就再來介紹一下另一個東西 不是加盟的 不過都有些用的 就是JR鐵路 JR是日本鐵路公司 主要營運全國鐵路和新幹線高鐵系統 JR本身就是國有鐵路 不過後來日本政府分割 並且變成公司化、民營化 所以現在分開了六個地區 分別由六間不同的JR公司營運 他們共用同一個品牌標誌 不過是用橫色流區分 中間亦有鐵路流往兩個地區 所以JR東日本 是有列車到JR北海道的地區 就是一個合作的鐵路線關係 好了 介紹完加盟和JR的分割文營化 又回來我五毛航空 中間有甚麼關係呢? 我為何特別提到加盟和分割文營化呢? 因為五毛航空就是這兩樣東西 合併所誕生出來的產物 記不記得我開始有提到 五毛航空是沒有輸入機場的呢? 其實我就是總部 總部就是海榮集團 我將全中國所有或大部分的機場 當成分店 然後有加盟者來 就可以選擇機場做他們的輸入機場 有兩間加盟商 就可以合作開辦來往兩地的航線 只要加盟商夠多 就可以成為一個網絡 服務全中國的飛行航線 舉一個例子 一個加盟商要了哈爾濱機場 HRB 他的公司名是哈爾濱五毛航空 即是在五毛航空之前加上地名 輸入機場便是哈爾濱機場 另外一個加盟商 選擇了天津的哪個字之橙呢? 就叫做天津五毛航空 他們合作開辦由哈爾濱來往天津的航線 每人就會對開一班機 一天就會有一班航空機由哈爾濱去天津 同時也有一班由天津去哈爾濱 然後他們的航空機要飛回去 就要再有一班晚航空機由天津回哈爾濱 有一班由哈爾濱回天津 這樣的話 一天就會有兩隊飛機來往兩地 兩間公司各出一架飛機 對他們來說 就可以減低自己出機的數量 也可以做到更多的班次 就跟這個share code一樣 自己沒有出機 但也可以擴展到航線 城下亦都選擇要早機去 還是晚機去 加上收入就要由實際的營運業公司收回 五毛航空就是這樣的做法 順帶一提 由於香港有優速航空 所以就沒有香港五毛航空 台灣呢 就有補島航空 所以都沒有台灣五毛航空 不過在澳門呢 就有澳門五毛航空 這樣的話 整個中國都是五毛航空 這就是五毛航空的特殊營運方針 今天就介紹了自創五毛航空 這個營運方案特別適合內地 因為地帶 就可以更加容易做到一個全國性的網絡 令到全中國都是五毛航空 今集就到這裡了 我們還有一家航空公司未講 就留在第三集 看看35個不講到 好 那間呢 營運模式也挺特別的 不過要找一集去介紹一下 另一個航空概念先 要不然呢 只講個概念 我可能講個成績 喜歡的話就可以按個讚 訂閱 和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 你們都要知道 全中國好多五毛 航空的 好幾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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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碰